意大利警方接到通知,正在搜寻一名名字写在罗马斗兽厂石头上的游客。 幸好意大利当局正在寻找一名被拍到在罗马古老的斗兽厂墙壁上刻下自己和女友名字的游客, 并正在努力对他处以估计2万欧元的巨额罚款。 幸好这段视频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当时罗马人民已经在抱怨本季大量游客涌入这座城市,数量创历史新高。 幸好该视频剪辑记录了一名男子在弗拉维安露天剧场上刻下艾门家Haley23字样。 该剧场已有约2000多年的历史,文化部长Gennaro Sandroleano形容这一行为危险且羞辱, 表达了他的希望肇事者将会被找到并根据意大利法律受到惩罚。 新号2014年,一名俄罗斯游客因在罗马斗售厂墙壁上刻子而被罚款2万欧元, 2万5千美元,随后被紧急判处4年监禁,缓期执行。 uw约006年,一位九位还是两位 olması。 是 少许,不过堰暗疙瓦, sick不过温分装队糊未 허� раза充足。